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們的技法單元 那今天的這堂課呢 我要教大家的是這個 乾擦 那乾擦法呢這個方式 主要是運用在一些 比較粗糙的質感表面 所使用的一種特殊技法 好,那其實乾擦法 它也是利用我們 水彩紙上本身的這些 粗糙,不規則的這些 肌理,紋理 來製造出一種 比較粗糙的感覺 好,那乾擦法呢 它顧名思義,就是我的筆 不能有太多的水分 好,那我可以利用 側峰,也就是像我筆 一般都是拿這樣子的,那側峰 就是拿稍微斜一點的,這樣子 刷過去,那紙上面呢 就會有乾乾的刷過去的這種痕跡 那這個痕跡 我們也叫做是非白 好,那我會利用這樣子的乾擦法 來畫出一個樹幹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詮釋 樹幹它本身表皮的這個粗糙的質感 好,那乾擦法呢 除了畫樹幹之外呢 它還可以運用在 像是有時候我會需要畫到 像是比較老的建築 或者是說磚塊等等 這些表面比較粗糙的 這些物體、物件上面 好,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會以樹幹來做為 我們列寫的對象物 那等一下呢,看示範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除了用乾擦法之外 我也會用筆尖去稍微 拉幾個線條去暗示一下 這個木紋上面的一些 比較深的地方 那等一下呢,就可以仔細的看這部分 好,那就讓我們開始示範吧 好,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用乾擦法來做出這個 樹木這個樹皮上面粗糙的質感 那乾擦法呢 當然也不一定是要用在樹皮啦 那如果說像是磚塊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斑剝的牆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用這個乾擦法去完成 好,那我們今天先以 旁邊這一張樹木為這個 對象物 好,那我們一開始先構圖 我在十分為誰 沒想到的這張枝 我們今天不可以做出這個 所以我聽到有什麼人 也不可以做的 就這張枝材 就是這張枝材 哪還在那裡 那麼,我們先來 在我們去的棵里 對嗎? 小枝材 に case 一開始構圖的時候我可以稍微的畫出一點點木紋 暗示一下大概哪邊會有木紋 夠圖完之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色了 今天這個背景我先稍微的刷一層咖啡色給它 咖啡色加一點點胡克綠 讓這個背景等下看起來不會這麼的空虛 好那接下來我們完成了這個 下面先稍微輕輕的刷一層底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調一個淺咖啡 然後加一點點的綠色 然後輕輕的畫過一次 那記得這個筆上面的水不要太多 你這樣畫下去呢我們可以利用 Archis它本身的這個粗糙的質感 去做出一點像這樣子非白的效果 那因為是第一層所以我們的水呢 還是要有不能說完全是乾筆的狀態 那只是說雖然我筆上面有水分 但是它是相較於前面幾個幾個單元來說 它的水分是算是比較少的 那其實我們今天這個乾擦法 主要就是利用這個非白的效果去流出 製造出這個一點點這種粗糙的質感 好那像我現在已經完成了這個第一層顏色嘛 好那它這個這一層呢 它還沒乾的時候 我們先直接再加入第二層 那第二層我咖啡色可以混一點點的這個藍色 那一樣吸的時候呢不是筆尖吸 是筆度這樣稍微吸一下 好然後就可以過來 直接用這個乾擦法 然後適時的在這個邊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在畫之前呢我要先確定一下 我的光線是從這邊過來的 所以說呢我現在加的暗面都是加在左側 好像這樣子 好那如果說呢我用鼻尖帶的時候真的太乾的話 我可以鼻度稍微輕輕的壓一下 好讓上面有一點點水分 然後再繼續拉線 再繼續用這個側封去完成 好那我們可以再沾一點點顏料進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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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像這一塊呢因為它比較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現在這個顏色 稍微的稍微的用乾筆拖曳 然後適時的加入一些直的線條 好 呃不能倒很直 就是要有一點不規則 好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筆尖沾一點點水 好過來 然後再調一個稍微更深一點點的咖啡色 好然後一樣 在這個比較暗面的地方 在暗面的地方把它加上一點點 這個乾擦的效果 好 然後同時畫出這個 樹幹的這個 齁 算是黏潤嗎 好 那其實各位會發現 我畫到這一層呢 基本上 這個樹已經開始有點立體感出現了 齁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也是一樣這樣慢慢的去堆疊出來 然後一樣是用側峰的方式 這種乾筆的方式去完成 那每一次在疊顏色的時候啊 這個 顏色的差距 不要太大 不能說我今天要加下一個顏色 結果下一個顏色突然變得很深很黑 這樣就會很突兀 所以說我們在加顏色的時候 就是一層一層 不疾不許的慢慢的加上去 甚至你可以有一點 這樣子輕輕的 側的這樣掃 是跟它是垂直方向的這樣子掃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加更深的 那一樣 比沾一點點水 然後 咖啡色 加上藍色 好 那這個已經到現在這麼深的狀況下 所以我只會點一些些 暗面的這個接觸面 像是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這個 樹洞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 現在這個這麼深的顏色 其實只是要增加它的這個光線與立體感而已 所以不用像剛剛一樣整棵樹都畫滿 我們只需要 我們只需要 輕輕的點一下就可以了 點一些 像這樣子 這個交叉面 這個接觸面 我們就要加一下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點水進來 好 那這個水呢 現在已經稍微有點濕潤了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可以畫這個 比較細的枝幹 好 然後 畫到這邊你們會發現其實這個數目已經相對剛剛來說的話是更有立體感的 那我們現在最後的步驟就是加上一些比較細的這個數字 這樣子這張畫就大功告成了 那其實乾擦法的技法相對簡單因為它只是用這個乾筆不斷的一層一層慢慢去疊加上去 比較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你顏料顏色控制上你不能一下子就把它加很深 你必須要一層一層慢慢的疊加上去這樣才會是比較自然一點的 好那畫到這邊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這個枯木 好那到這邊就結束這一堂課了 好那很快的我們利用了乾擦法來完成了這一件數目 那這個枯木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乾擦法它還是要有層次的 它並不是只是一層的刷上去而已 那過程中我會疊上三層至四層 那從淺的慢慢慢慢疊 那一開始淺的呢 這個我們的面積會比較大塊 那慢慢慢慢加到深的時候呢 我們的面積會漸漸的縮小 到最深的時候呢 甚至我只是點上這個 樹幹與樹幹中間的這個交界面 這個隱隱處而已 讓整體的樹木能夠更凸顯出來 讓立體感能夠更明顯一點 好那其實乾擦法呢它非常簡單 你只要注意好你的水分 不要太多基本上都是會成功的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示範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同學們在家 當然也可以繼續練習 好那如果說呢 你樹木練習完之後 你也可以拿一些比較粗糙的質感 例如說去外面拍一些比較斑駁的牆壁 或者是說像是磚塊等等 這些粗糙類的東西 自己去做一個練習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的乾擦法囉 那這堂課呢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那一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視訊我的粉絲專頁 向我詢問 好那我們下一堂課再見囉 拜拜 好的